1、2、3、7、3、1、5 難道這些是你這期的落合彩號碼? 我中了, 那豈不是發達? 文家永, 發夢沒這麼早 這幾張其實是《基本法》紀念電話卡 電話卡就見不少了 但用《基本法》來做電話卡的主題 就夠出位了 還出位的是用漫畫來說嚴肅的主題 每一張除了有獨立的意思之外 還可以像砌圖九張合一張 成為一張安居樂業圖 數字又不是綠合彩號碼 那又代表什麼? 每一個都是一個《基本法》的號碼 我把每一個獨立處理 然後九個組合在一起 看看能否完整一張 好像這張有個天使仔 又有幾個和尚仔 當然是說《基本法》 第32條的宗教自由 而這一張說《鬼腳簡工》 不用問了 代表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工作 我知道…這張當然是說 我們有馬照跑的自由 其實馬照跑是代表 我們生活方式不變地解釋的 每一個號碼 代表《基本法》相對的條文 不知道為什麼崔先生 又用漫畫手法來表達《基本法》呢? 因為用漫畫表達就比較輕鬆一點 連同這九張生動的設計之外 還有一張印有未來驅徽的電話卡 全套就有十張了 而這套電話卡為配合九七玫瑰 只會出一千九百九十七套 而且編了號碼 由一號至一九九七號 真是配合九七玫瑰的主題 還好嗎?